上一集继续来为大家讲 是念处里头的法念处 大家记得吗 上一次我们法念处主要是讲到 法念处的第一个主题是叫做五概 五概的第一个概叫贪欲概 如何对这种贪欲概 贪欲概我这边再强调一下 尤其在小指观 智德大师的小指观里头 也提到了 贪欲概这个贪欲跟贺五欲 贺五欲是要贺责的 要贺斥的 那个五欲是色身相畏处 这五欲 这五欲等于是总刮世间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烦恼 对不起 一切的欲望 我再讲一次 色欲深欲相畏未出欲 这五欲 等于是包含世间所有的欲望 那智德大师他特别强调 当我们禅作的时候产生的这个贪欲概 贪欲概 贪欲概 与五欲的差异何在 五欲是指我们到外境之中 眼触色产生色欲 耳触身产生生欲 鼻袖香产生香欲 蛇触胃产生胃欲 身触触产生触欲 所以那是不同的根本 六根的前五根碰触到各自的境界而产生的欲望 眼要对色 你不可以眼对身眼对香 那对不起来 没有作用 眼对色可能产生色欲 所以这个一定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前五根有碰触到境界 才会产生这些欲望 那如果说在残住的时候 你看 残住的时候眼睛闭上 耳朵不听外面的声音 就算耳朵打开 可是耳朵没有听外面的声音 耳朵是项链收射 因为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在鼻端 所以耳根不发生作用 就像你这个非常专心读小说 或者是看卡通 小孩子看卡通 或者是你迷语电动玩具 年轻人迷语电动玩具 或者是你在看连续剧 你看你爱看的东西的时候 你看你耳朵 其实是忽略外面的声音 王小明在看这个漫画的时候 妈妈叫他他完全没听到 王小明吃饭了 小明吃饭了 小明没听到 通道理 如果我们今天打坐的时候 其实耳根不发生作用的 因为忽略电耳 耳根忽略外面的声音 那鼻子也是一样 我们鼻子如果今天到厕所才会有臭味 今天去百货公司 如果有碰到香水 会有香水味 今天在打坐在这个环境没有味道 所以鼻子也不会有胃郁 舌头又没有去餐厅吃饭 除非你去餐厅吃饭吃到各种美食 你就会有胃郁 或者妈妈煮一道 这个你爱吃的饭菜 你可能也产生胃郁 可是现在打坐也不产生胃郁 那出狱了身体 也没有碰出那个非常好碰的东西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那个兔子 那是那种棉座的那种兔子 很喜欢那种棉座的兔子 买那个兔子 或者是喜欢真正的兔子 喜欢他的毛 喜欢摸他的毛 所以那个是簇郁 有的人喜欢养宠物 是因为喜欢摸他的毛 这叫簇郁 好 那打坐的时候完全没有色身香味醋 这五欲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欲望 那个就是贪欲盖 为什么呢 此时的欲望并非前五根 也就是并非眼耳鼻舌身这五根 所造成的欲望 此时的欲望由第六意根 也就是我们内在的意根 去想到一些事情 回想到一些事情 回忆起其他事情 这就是义处法 所想的事情啊 那个叫做法成 由意根处法成 产生的欲望 那叫贪欲盖 特别是在禅修之中发生的 所以以后这样的大家有没有分清楚了 因为这个问题是智子大师啊 非常清楚在小指观或者是在世成波罗命里头提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边呢 特别向大家报告 所以以后大家要分清楚 禅修之中的贪欲盖 与日常生活中的五欲 差异何在 差异何在 这样大家应该清楚了吧 那要断除贪欲盖啊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过 观生不尽 修不尽观是最直接了当的 第二一直修不尽观修到入定 那那个就会更彻底的断除贪欲 第三个方法 守护六根 不要让你六根啊 吃尘外尽 为什么你今天有很多的贪欲盖 为什么在打坐的时候会想到很多事情 因为日有所时夜有所梦啊 你夜晚时候会梦到那么多 都是因为白天啊 看太多事情 接触太多事情 六根看太多了 六根接触太多事情了 所以晚上说一直做梦 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我们眼睛我们六根啊 就像那个摄影机的那个镜头 一直在捕风捉影啊 一直在捕风捉影 当你今天没有说说六根的时候啊 在白天之中啊 他把所有影像啊 全部补进他的 补进到他的memory里头 补进到记忆库 等到你打坐的时候呢 这个记忆库里头的东西啊 就开始播放播放电影 一幕又一幕的电影啊 就展现在你残休的时候啊 所以你如果想要残休的时候啊 不起妄想不起妄念的话 很重要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啊 要收射六根 白天的时候收射六根收射的好 那么到了打坐的时候 不论是白天打坐还是晚上打坐 总是如果你的六根没有收射好 打坐的时候就很容易期妄想 这是必定必然发生的 所以这边奉训大家 动中很重要 动中的修行 动中的收射六根 牵扯到 你能否在静中 无妄念 无妄想 有的人很厉害啊 他没有什么 皈依啊 或者是打坐的经验 但是一路佛门 教他打坐 马上上到说什么 在禅修之中啊 根本没有妄想妄念 可是有的人修了一二十年 还是跟师父说 师父我的妄想妄念特别多 尤其最近啊 你看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差别呢 这个差异差别啊 就在于 你的本性是不是 容易放纵你的六根 如果你本性总是放一六根的话 当然哦 你在打坐的时候 当然就没办法停止妄想妄念啊 他就一直在播放电影啊 一直在看电影啊 看得不晚 没完没了啊 生死轮回不祭求 四成六道何时修啊 你看 这一直在看你的六道轮回啊 那如果一个人天性啊 就没什么欲望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就不大接触外境 甚至有接触外境 也不会摄入太多的贪欲在里头 他的贪欲没有展现出来 他只是看到 可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有任何欲望 因此他在打坐的时候啊 不知不觉中 没有妄想妄念啊 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大家这里就知道了 有的人问说 没有任何修行的人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可以临终的时候好死 有的人修了一辈子 为什么临终还不好死各位 这要看自己本性啊 有的人虽然没有学佛 他是个大善人 他的生活之中啊 出茶淡饭啊 没有欲望啊 那这样子的人 你说他临终不会好死吗 当然好死啊 他没什么欲望 他六根不动用啊 他六根经常就是沉浸 与一个禅师 一个一个禅修者 无耳无别啊 那你今天虽然有念佛 有在打坐堪称 修二三十年的佛教徒 如果经常动得不停 经常啊 就是在生活中啊 一下子起这个妄想 一下子起这个贪欲 一下子生气爱骂人 一下子爱管闲事 管别人是管太多 你说 你虽然学佛二三十年一辈子 会强过一个 只是做善事却不懂的学佛 他的心平静得很 你能够超过这样的人吗 当然超过不了啊 所以不要怪 不要怪那个自己学佛 怎么没有改善 不要怪 因果关系就是在告诉你 一个同比啊 打不响的 两个同比才能响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当你发现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啊 永远不要怪佛法 或者怪别人 要怪你自己 我们习气太重 没有修好 别人没有修行 却修得不错 却过得不错 一辈子一帆风顺 不要嫉妒别人 你要去看看人家优点 看看人家的优质 自己的劣根性在哪里 别人的优质在哪里 学学人家优质的地方 不要一直啊 批判别人 不要 酸不到心里 见不得人家好 千千万万别如此 所以这边 这是我们在教大家 在修断除摊一概的时候啊 守护六根又是一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第四个重点呢 就是饮食之量 你吃太多啊 没办法修行啊 不像个道人啊 种种的 人家是五六十公斤 你七八十公斤 怎么修行啊 那腿都攀不起来啊 那怎么修行呢 你这一百公斤怎么修行呢 我在这边 当然不是指 那个身体上啊 就是有这个肥胖症的人 我不是在说这个 我是在说 如果你是因为爱吃而肥胖的 那又改啊 你今天既然想要当个道人 你难道不希望在 悬崖一边欣赏风景的时候 你是一个啊 这个好像这个 非常飘逸的道人 像个仙人啊 站在山崖一边这样子吗 你不希望达到这种境界吗 佛陀他虽然反对苦行 可是佛陀本人啊 他一天日中一时 只吃一次 然后呢 他本身啊 并不是非常的 非常肥 他是适中 他是中等身材啊 甚至是偏瘦的 我们的弥勒菩萨 是化成肥肥的 可是在印度的弥勒菩萨 他是瘦瘦的 所以 为什么瘦瘦的 因为印度的修行一定是尽量减少食欲为原则 一个人食欲太多 那是没办法修行的 所以很重要是要减少自己吃饭的量 那在台湾呢 各位 你不要担心 营养过剩啊 对不起 在台湾你不要担心营养不良啊 台湾只有营养过剩 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啊 所以 我们应该要试着减少自己吃饭的量 你如果本来吃七碗饭的了 现在改成两碗就好 本来吃两碗饭了 现在改成一碗就好 那你如果是说 师父我是工人 我是靠劳力做事的 不吃饭不寻啊 那当然呢 你要衡量自己的因素 衡量自己的工作场合而吃饭啊 并不是说叫大家说 教书的也吃一碗 工人也吃一碗 农夫也吃一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各位永远要衡量自己的工作环境 工作场合 你是担任什么职务 不担任什么职位来吃 量要吃多少要衡量 所以怎么样衡量自己吃饭的量呢 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保持正念证吃饭 不要散乱心 散乱心吃饭 当你吃吃吃的时候 饱了也不知道哦 你会一直吃哦 因为嘴巴好吃的好吃的 他就是有一种天性个性 一直吃下去吃下去吃个没停 那这样子糟糕了 这样子你就吃过饱了也不懂 没有觉察 所以很重要是保持 保持醒觉的心吃饭 保持醒觉的心吃饭 那么当你发现 哦 已经迈向七分饱 迈向八分饱的时候 你自己就觉察到 当你觉察到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停止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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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继续吃下去了 要违反你的这个习气 各位修行啊 如果一直顺着习气修啊 各位很多人以为说自己潇洒在修行啊 要过得自在潇洒 各位那是顺着你的习气在过生活 没有修到哦 你如果感觉说我就是一个潇洒的人 我要像禅师 禅师一样禅宗祖师一样 很潇洒的过生活 各位你没有潇洒 那个是什么 那是顺着习气过生活 禅宗祖师很重要的是他悟了 他已经悟了 他在悟尽之中潇洒过生活 我们是在习气之中潇洒过生活 那不是的 所以不要乱学 不要学到脾没学到骨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先慢慢克制自己的食欲 减少自己的食欲 当然在这边很重要的是 不是叫你都不吃 不吃了就是整个都没力气了 所以要吃得刚刚好 重点就是保持清清楚楚的意识吃饭 那么你将会知道自己吃到什么程度刚刚好 是这样子的 那我上一次讲过 不要把胃撑满了 你要留一些饭或菜给众生们吃 像你今天如果在阿兰洛处修行 旁边都是旷野 旷野的话野生动物很多 尤其是小鸟 为什么北传的法师 他中午吃饭都要失食 早上吃饭也是失食 失食的时候 最后就把七粒米拿到外面这个失食台 大鹏精致粮 旷野鬼神仲 旷野鬼神仲 罗萨鬼之母 甘露西充满 阿暮的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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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 米不见了 为什么米不见了 小鸟吃去了 大部分是小鸟 我比较少看到狗或者是猴子 或者是其他动物来吃 几乎都是小鸟吃走了 因为小鸟的飞行速度快 我们进去的时候 它马上飞下来就吃了 所以当我们将剥里头的一些饭 有四五团保留给众生吃的时候 放心众生会来吃 而且你跟众生结缘 此后你住的地方 经常鸟儿飞来飞去 你看那这样多好 所以为什么许多大师们 他在山洞修行的时候 还有老虎来 还有一些野兽来 而且不会攻击高僧 为什么 因为高僧有留一些东西给他们吃 这些野兽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当然不会攻击人类 当然与人类为友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对众生一份的慈悲心 并不是浪费食物 是以慈悲心为动机 而留下食物给动物吃 那么动物呢 他会感受到 他自然会对我们也是很好 也是好像朋友一般的 所以这边等于是告诉大家 怎么与动物为友 好 那这样子之后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有正念政治的吃饭 那胃就不会过饱 当胃不过饱的时候 它应该会减少 为什么 胃太满 那会怎么样 饱食施淫欲 饱食之后 我们就会有欲望很多的 尤其是淫欲 或者是淫欲之外 延伸出去的其他欲望 所以这为什么说 自古以来叫过午不时 或者说日中一时 过午不时是早上吃一次 中午吃一次 晚上不吃 日中一时是一天吃一次 中午以前吃一次 那这种方式无非就是 就是要降低我们的欲望 那对于过不时或日中一时的人 我们要极为赞叹 千万不要落井下石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那时候 我刚出家没多久 还算年轻 可能别人看我年轻 有时候给我开玩笑 他就说 那时候已经晚上 他就说 那法师你吃饭了吗 我说我过不时 他就说 过午夜不时 他就好像在消遣 他就说 这个过不时是过午夜不时 也就是说午夜以前 在晚上12点以前 其实都吃 不是过了中午就不吃 不是过了午夜才不吃 那这个等于是一种消遣 那我这边又奉劝大家 不要对于那种 非常努力修行 而且是乙 严谨的态度 以真诚心在修行的人 不要对他这样乱开玩笑 或者是消遣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用全部的生命 投入在修行的 对这样子的人 我们应该要礼敬 要敬佩 而不是要乱消遣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真正真诚心在修行的人 他是充满 他是充满这个正气里难的 他不会随随便便开玩笑 幽默是另一回事 幽默是另一回事 好 那消除贪欲盖的第五种方法是什么呢 清净善知识 好善知识就是 通过清净善知识 我们也会降低我们的贪欲盖 善知识就是说 坚定向道 向佛道的朋友 这个就是善知识 用西方的话来说 善知识就是什么 心灵之友 spiritual friend spiritual friend 就是追求心灵提升的朋友 为什么清净善知识很重要呢 你想想看 如果你结交一群酒肉朋友 那大家就是吃完的 一天到晚吃完的 你觉得他应该会减少吗 贪欲盖不减反征 但是你结交的如果都是善知识 都是追求解脱的朋友 追求成佛的朋友 那么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有所警惕 你会想要提升自己 那么就不会再堕落 所以透过清净善知识 也会降低你的贪欲 第六种方法就是 适当的言谈 为了要断除贪欲 禅修者应该要谈论身体的不尽 或者是贪着的恶果 什么意思呢 各位在聊天的时候 不要再聊八卦了 聊某某人发生什么事 聊亲戚里头 他发生什么事 聊某某隐心 某某歌星 他又怎么了 不要一直在聊这些八卦新闻 或者是一直在聊政治的口水战 永远没完没了 不是聊这些 是要聊身体的不尽 你不要聊身体有多么美丽 某某人多漂亮 那么没完没了 所以那个只是助长贪欲 要不助长贪欲的就是去聊 这个肉体有多不尽 毛细孔都充满了污垢 我们这样子就生起那个不尽观 然后远离这些贪欲 那心就会获得这个寂静 或者说聊这个贪心的结果 恶果 恶果是什么 掉入地狱 掉入三二道 如果我们感觉到说 哇 贪心的结果会掉入三二道 哇 那糟糕了 不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停止贪心 就会停止贪心 所以以上就是用六种方法 来帮助我们断除贪欲 希望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阿弥陀佛